橫向車道還沒紅燈 對面箱形車卻突然爆衝 像打保齡球般 撞倒前方停等紅燈機車 誇張的是 箱形車駕駛不但沒停下來 還直接橫越大馬路 所有車輛連忙閃避 驚險萬分 其中有機車閃得快 繞了一圈有驚無險 卻有兩部機車 當場被撞倒在地 騎士皆有挫傷 而肇事車輛直衝對接巷弄 又撞倒12部機車 那一台車就撞到巷子裡 每個撞倒124台機車 會有貼黃色單子我看一下 它上面就寫什麼 請打電話給我 然後跟他做聯絡 4號傍晚林先生走後開車 帶著太太行進新莊 思源頭前路口 前後失控撞倒16部機車 肇事逃逸 一小時後主動歸案 九側值仍有1.11 太太在受損車上 一一天上便條紙 替先生收尾 上頭寫著 請打電話與我聯絡 抱歉 展現十足賠償誠意 但其實他們家境不好 生活相當辛苦 重新橋下的跳蚤市集 林太太拖著沉重的經濟壓力 每逢假日就和先生 來到這裡擺攤補貼家用 林太太私下表示 家裡有90多歲 老人家要照顧 還有兩個孩子 車禍已經賠了5、6萬元 但不會閃躲 會盡應有的賠償責任 就是因為當時 沒能阻止丈夫開車 感到相當懊悔 索性當時巷子裡沒人 否則就不是花錢賠償 車損難夠解決 記者柳榮社何慧榮 新北市報導